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完了 那么你告诉我 刚才喝的几杯酒里面 哪一杯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 多纳索菲亚甘红 今年你三十岁 我坦白地跟你讲 作为一个职业的女性 您的年龄不算太低了 请问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恋爱 乃至于结婚的计划 这个 错了 这是酸梅汤 酸梅汤 不是这样 您和公司之间要签订一份劳动合同 还要签订一份附加合同 上面明确约定 在未来五年内 您可以谈恋爱 可以结婚 但是不可以 看来你平时对洋酒没什么研究 我很少喝洋酒 几乎平时不喝 这样的话 你很难胜任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 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公司来讲 把一个新人 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从业者 我们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我们不希望看到 刚刚把你培养出来 你就辞职回去当家庭主 您的话 我可不可以这样了一句 如果您拼用了 我做您的公关经理 面对那些高品质 高格调 高档次的高级客人 他们让我喝酒 我就要喝酒 如果 他们要摸我 我也得让他们摸 必须 而且是无条件 这关系到你的人生大事 我希望你慎重考虑 再去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也许就是这么分工的 男的负责给上帝工作 所以 制造了 这无数的社会文明 女人负责给男人工作 所以需要制造 无数的给上帝 接着工作的男人 上帝啊 无论好坏 你总要给我一个工作感吧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刘女士吗 我是哪位 您好 我是银行金财务的 您在山水花园的房屋贷款 手席已经披下来了 现在您可以过来去合同了 哦 好 谢谢 知道了 再见 再见 哎 我这是堵什么气啊 这份你没事 可以的 每个月24号还款 一定要保证你卡率有钱 不过因为你的各种原因 延误缓缓 可能影响你的各种幸运记录 我知道 谢谢啊 再见 领导 您找我有事吗 您第一天来上班 微闻微闻您 来来 我看看 领导 您就别假装关心我了 为了您的收视率啊 我是一直像傻瓜一样去战斗 奉献的精神就是这么强 说吧 您有什么指示啊 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 是这样啊 呃 我们的频道啊 要上一个新的栏目 台里的主要领导 跟我商量了一下啊 打算让你去做这个组织 感不感兴趣 我 那家人有约呢 这边啊 这边安华组织的还行 替您的几期啊 反响还能为 您的意思是说 让安华代替我的班 有 有这个考虑 有 这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我直言不讳 您也不要生气 说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 家人有约这个栏目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这一路走过来 我付出了多少心血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节目好起来了 你让我换阵地 实话谁说我不愿意 这不明显的 在给别人做嫁衣吗 别激动 说实话 正是考虑目前你的人气 你的人气正旺 由你去主持新栏目 会派的会计 总而言之 两个字 大局 那您是代表频道通知我呢 还是在跟我商量 当然是跟你商量 要换岗位的事情 还是要参考个人态度的嘛 好 那我现在也跟您表个态 我没有兴趣去接手新的栏目 前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我不想我现在的事业 也就此逼入低谷 请不收腿 好吧 搁支 我们搁支争议 对了 来另外一件事 今天晚上有个慈善晚宴 咱们发来请讲 你带着栏目族去讨论 人在江湖深入有几个 那您先忙 我去准备一下 安华 干嘛呢 苏月姐 您看这期您想穿哪一套途径 然后我先给您准备出来 放点吧 一会我自己挑 现在可真是不敢麻烦你了 苏月姐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是您的助理 这些都是我责任之内的工作 怎么能收拾麻烦呢 别谦虚了 我可是看了你主持的几期家人节目 特别的压长 特别的有范 比我强多了 您别笑话我了 哪能跟您比啊 这不都是沾了您的光吗 别客气着说呀 你主持的好的是你自己的本事 和我没有关系的 好好努力 我呢 争取提前退休 给你留个好位置 苏月姐 看您说的 我哪敢接您的盘呢 您气场这么巧 我真截不住 我还差距的远 现在只能跟您学习 您啊 看我要是哪有不对的地方 您就多教教我 行了 一会儿陪我去参加一个晚会 您先回家吧 找一套像样的礼服 嗯 好 您好 东西都齐了 如果您需要补充装修的话 需要跟我们签订一个装修协议 但是不能改变房屋结构 而且周六周日是不能施工的 我明白了 目前没这个打算 你们的装修我还是挺满意的 好 祝您愉快 谢谢啊 来 欢迎 紫金全公司总监长 腾沙女士 玉玲 欢迎四季电视台 著名节目主持人 朱月小姐 亲爱的 我们下期之后 融入宫 我还是想要 我还是想要 去山洋 我还是想要 去山洋 你不喜欢 我还是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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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归 灯灯灯灯 美丽宏库 没用 没靠谱吧 没用没靠谱 回去再打开 你这密货的怎么样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哎 蜜月不够蜜 几天进入什么区 几天一会儿 出问题了 也不算出问题吧 只是我老公的心思 不在玩上 说第一天带我去海 那边什么 海洋河玩 第二天就改变路线了 你知道根本去哪 去哪 去跟香港的客户 谈生意去了 把我一个人丢在酒店 气死我了 可无聊 在酒店里看了好多 香港电视剧 银拱拱拱 一句台色听不懂 我不回来 我就是神经病了 我跟你讲 你们家这男人还算型 不爱出去的男人 都靠谱是吧 哎 说的对 我觉得吧 你闪风还闪到兴趣 我还挺羡慕他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以前人家跟我说 结了婚就是走进坟墓 我还不信 现在我可是感同成寿了 你们知道吗 跟你们出来约个会 还得看我老公脸色呢 他要是不同意 我动了不敢动 再这么下去 不到一年 我肯定得忧郁症了 到时候你们可得救我 听见没有 某些人有些后悔的意思 我当初就劝过你 闪婚是危害多大的事 哎呀 我说你怎么不念着我好啊 你是我亲人吗 我绝对是你亲人 我跟你讲 姐姐我跟你讲了 我的经历 你一个都不算什么了 我现在整个就是跌入苦底 哎 听你这意思 你又中招了 急着中招啊 姐妹妹 我失业了 失业算什么中招啊 正好好好休息休息 你当我是你呢 有人养的阔太太 我还得赡养我妈呢 每个月还房贷 八千一百三十四 加上吃喝拉撒睡 一个月就得一千五 我每个月挣不到一万二 我就得举债度日 这还得说出门别丢钱 走路别挨撞 不生孩子 不生病 不泡酒吧不随理 这就是我生活在这个城市 最基本的承担 以前我挣那些钱 还能勉强度日 现在工作也丢了 一个月一半的资金来源都没了 以后我这日子该怎么做呀 我这是后果 我就不应该买那房 哎 你不是被我那九折卷给害的吗 跟你没关系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是冲动 我终于知道了 冲动是魔鬼 我那个时候一定是被鬼附了 伤了我 哎 人无远 必有禁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买房子要慎重 可你就是不听啊 花三十万去买两百万的房 不压死你才怪呢 不过有压力就有动力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看好你 光明什么呢 我现在只能卖身还债了我 哎 这靠谱 是个接近 就卖给你 卖给你 我买啊 我老公有钱 你们两个能不这么高兴吗 你们都看我什么情绪 能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心情 哎呀 你别这么悲观 你没有这么惨的 你工作会找到的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福祸相依 这就是老天爷在考验你呢 挺起腰把 挺不起你就赢了 赢了命 你就是姑奶奶 哎 你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人混得好啊 一定有他的考虑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们两个 混得都比我成功了 意志力坚强 抵抗力也强 传授我点呗 哎 别跟我说 让我传授你战斗力啊 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了 A7代理 谋权夺位了 不是谋权夺位 是我们单位领导 唯以重任 让我去其他的拦我 我还不跟A去呢 你那个严密的阶级组织 你说了算 你有话 激烈的思想斗争 一直超级的苦恼 有什么好苦恼的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就从了那个送汤的英俊少年 对吧 既解决了你的感情问题 而且他还能内心给你强大的支柱 多靠谱 哎 他又不是公司的老板 他就是一个普通宣传部的经理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于心不甘 你这人太现实了 你不要小看这种小人物 但是他手里的资源 可以跟你共同相结合 是吧 这样你们两个就强行联手 听你这意思 考虑一次 相当可以 听你的 给他一次机会 我卖身还债 你卖身成为了 与君共鸣 共同进步 耶 以后我要降低和你们的接触频率 容易堕落 没有了 你有含笑 喂 领导 苏月 在哪呢 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呢 马上回台里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马上 一刻也不要耽误 这变得什么天了 你们先唱 我先走了 吃了再走 不止这会儿 哎呦 我们领导从来没有跟我说话这么恨过 估计要出大事 知道吗 哎 对吗 好 谢谢宝贝 我走了 哎 他做什么事啊 明星的事 我们管不着 哎 大腕就是大腕 解释一下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也是受害者 谁知道衣服会出问题啊 这好谁信呢 啊 红帝毯的衣服都是金跳细圈 再说你自己不会检查检查 你就别怪别人说你故意走光 领导 我在您手下工作也三四年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您不知道吗 这是明摆着有人要陷害我 我要报警 我要告这家网站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要去告谁 而是你要给我给台里领导 给你那些观众们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解释什么呀 就是衣服出了问题 我也很委屈 您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苏月 你代表的是电视台的形象 这事一出 让人怀疑你的品格有问题 这么间接的给台里抹黑 你明白吗 我怎么就给台里抹黑了 我怎么就品格有问题了 我 不说 不说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跟调查组的人建设 调查组 有这个必要吗 你给台里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影响 能不调查你 安华 苏月姐 衣服不是你准备的吗 怎么会出了问题 你有没有好好检查 苏月姐 衣服 衣服给你的手好好的 肯定是我检查过的呀 那好 你陪我去调查组解释一下 走 苏月姐 你不能每次出了什么事情都赖在我头上 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时候弄的 衣服我检查过 真的真的给你的时候没事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你暂时停止不准上镜 全台通报批评 回家以后深刻检讨一下自己 一周以内交一份认识深刻的书面检查 我什么都没有做 那条新闻就是假的 我有什么必要细检查呀 苏月 我们是代表台里和你谈话 注意态度 领导 这件事情我也很委屈 您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吗 无论这件事情过程如何 总之到现在为止 你已经给台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抹了黑 这是不争的事实 您要这么认为 我无话可说 那好吧 你先回去 没有通知不许上班 喂 树枫 哪位 亲爱的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小野猫 你打来干嘛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的下一个中间 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那个短信是你发给我的呀 你的心现在这么狠了呀 连我的电话你都删了 老高 可以 没问题的 赚钱的事情我都干 明天公司说 客户 哥 我有件事求你 我有一个好姐妹 最近没工作了 我想帮她找份工作 最好是公司大一点 然后我服务好一点的 为什么 到底行不行啊 可以啊 我明天去问我朋友 谁的公司有空缺 我帮她介绍 谢谢老公 谢谢老公 那睡了 晚安老婆 晚安 老公 你别忘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妈 没事 谢谢 这个 这个 你看 这块 是咱们的游泳池 还有这块 这块是那个高尔夫球船 还有这块 这块是咱们刚刚开发的这一串 我们的工程师 已经做过仔细测量了 从这儿往正前方走 大概1240米就下水了 如果按照单层三米的结构来做 到了八层 就可以看到全部的水面了 再等到海滨游场建成了 那真是增值无限的 真是个好地方 退休后 再来这养老吧 白天逛逛椰子林 中午下水悠悠悠 晚上在岸边吹吹风 惬意 那您看 就按照这个方案定稿吗 就这样吧 再计划 进行施工阶段 是 陆总 新闻发布会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您看现在过去吗 行 走吧 走 你带梅子先进去 来来 这边点 这边点 走 书方 西诺 你在哪儿啊 我在乌西军来周济酒店开发布会呢 怎么了 对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听说你公司想上几个新人是吧 还有空位吗 我想介绍我朋友过去 这好办 他原来做什么呢 具体的我不知道 那是杨阳的朋友 这样吧 还有岗位的话 你就留一个给他 没有的话也无所谓 不要勉强 陆总 这点名都到齐了 可以开始 叔叔啊 我正忙着呢 那这样 你到人力资源库去找经理 就说我让了 他们会安排 行吗 可以啊 好 先谢了兄弟 你先忙 好嘞 拜拜 拜拜 姐儿 我就知道 你一定还是会这样叫我 你心慌啊 我慌 慌 慌 慌什么呀 我哪有什么好心慌 来 哎呀 哎呀 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啊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哎呀 不会 这公共场所 你说什么 公共场所怎么了 我们以前在那么多公共场所拥抱 接吻 你不是比我害怕的吗 哎呀 哎呀 舒风 我再问你一次 你还爱我吗 丁娟儿 你跟我说这些没意义 你看 我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你还爱我 人家说爱是一种习惯 我们在一起六年多了 你一定习惯我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六年的习惯 已经被你六个月的恩断义绝改变了 我们的分开不是恩断义绝 是爱别离苦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 朝思梦想 魂仙梦绕 舒风 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 你知道吗 哎呀 娟儿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你说话负点责任可以吗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和你为奸醋戏的陈叔风 哎呀 娟儿 我跟你之间 流水桃花冬月期都已经过去了 我 我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富之夫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 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有意义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苦苦守候六年的感情 却被一个你仅仅认识几个月的女人结了虎 这对我公平吗 所以我不服气 我不甘心 所以我才回来的 那是你自己放弃的 你主动离开我 你能怪谁的 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啊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犹豫不决逼得我吗 娟儿我跟你这么久 你永远把所有责任扛在我的头上 我 我跟你在一起 我实在不能呼吸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会一拖再拖 好 叔风 我知道你生我的戒 我都知道错了 我真的都知道错了 叔风 知道错了 就将错就错嘛 现在我已经有老 自古婚姻一条路 不能回头 可你根本就不爱你老婆 你不要不承认 我爱她 就算我现在不爱她 我以后也会爱她的 叔风 你这是在折磨自己 也是在折磨我 你让她离开好吗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妈 不可能的 我做不到 你好好听我说 婚姻除了爱情 还有责任跟良心 我跟杨阳已经迈出这一步 我是不可能伤害她的 不管 我跟你是什么原因 不过 现在都已经成了这个结果 古人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 虽然是凄凉 不过也算是没景 我们就把这段遗憾 放到我们心里 坦然接受吧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以后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我非常乐意 不过感情的事 我求你别再提了 这就是你最终的态度 是 好 那你就别怪我了 丁军 你想干什么呀 你紧张什么呀 你放心 我是不会伤害你那个小美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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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陆 我出事了 小野猫 他他今天出现在我公司 啊 他真的去找你了 是啊 怎么样 就情固然有什么感受啊 是不是有点后悔你的闪魂了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你想太多了 我要真心灾乐祸 你得考虑你的感受吧 怎么能让我出来了 那你也太不厚道了 我这边已经山雨欲来丰满楼了 哎 我也觉得你那是暴光明快临近了 怎么着 准备好没啊 雨衣 雨彩 雨节 哼 我就知道跟你说也没用 试探严谅 你现在知道感叹了 这事啊 谁都办不了你 就靠你自己掌握好分寸了 我啊 心有余力不足 你那儿 都应该宁愿到我上了 难不成 你要我帮你分担一下 啊 我就知道 我是脑子出问题了 才打给你 喂喂喂 不逗你了 这有什么帮商忙的 就告诉我 好 总算讲了一句 向人说的话 啊对了 你那个发布会开的怎么样 特别顺利 那就好 好不讲了不讲了 挂了 马远 准备好了 车已经准备好了 好 下来 车 车 帅哥 一个人喝酒不闷吗 要不要陪你喝一杯 三六 二四 三四 这可惜 太主动了 现在男人不都喜欢主动的女人吗 来 来来来 来 想什么你 我的天的空 你是我在美麗的 故事有了還沒 也只有你 等我走向個天使 走小小的看我 我想對你說 You are my past friend 老闆 他是老樣子 把這個轉交給他 麻煩了 好嘞 不過如今這是黨 像你這樣執著而有耐心的人 可真不多了 暗中捧場卻還不留你 我能好奇問你一句嗎 你到底圖個什麼呀 難道做任何事 都一定要有目的性 待會想吃什麼 你吃了飯啊 小龍蝦吧 我知道個地兒做的特好 小龍蝦 我有話跟你說 我們之間 還有什麼好說的嗎 我說你是誰啊 總要有個先來後到吧 不好意思 你先走 什麼 你聽不懂嗎 想說什麼呢 我知道是你 你一直都在看我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閒來無事找個地方打發時間而已 八年了 不管我換哪個酒吧你都會來看我 這真的只是打發時間嗎 我順便找演艷遇啊 行不行 你的事情我無權過問 你不說我全都不知道 但是有些話如果今天不說的話 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什麼話 什麼話啊 西諾 西諾 你先不要走好嗎 你別說了 我全都放下了 我只是同情心有點泛濫 我不想看你過得那麼淒慘 你真的放下了嗎 你放下也好 我放下也好 我只是希望你過得好 這就是你想說的話 你真覺得我會過得好嗎 我從來都沒有期望得到過你的原諒 我只是想跟你說一聲 對不起 還有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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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